嗨,大家好,我是威士尼 這邊我要介紹跟紀錄台灣的國民點心 那我這邊介紹的是統一脆麵 好,那說到這個統一脆麵呢 相信是很多五六年級生小時候的共同回憶 OK,那這個統一脆麵呢 基本上它的吃法也就是 我們要先把這個麵呢 把它捏碎,捏碎之後呢 最後我們打開之後 再加上它裡面附的這個胡椒粉 然後最後裡面搖一搖之後呢 最後就直接用手把它那個黏起來 那直接就可以把它當餅乾 加個點心食用 OK,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目前呢 它的這個包裝有兩種版本 一個是投手 一個是打擊手 這樣子一個圖案 OK,那統一脆麵的另外一種就是網址麵 那這個的話也是相信大家小時候 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另外一種脆麵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介紹這個統一的 這個脆麵的部分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包裝 正面的部分 OK,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側邊 好,那它的後面這裡呢 有它相關的這些品名的相關的介紹 還有它的使用方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它這可以放180天 好,然後這價格是10塊錢 那營養不要色的部分它的納含量是820毫克 那我們看一下好,另外一邊 那另外一邊這邊有它的使用方法 OK,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這是它的這個好,另外一邊的這個相關資訊 那它的使用方法就是我剛才講的 先把它捏碎之後呢 之後再倒入這個裡面附的調味包 後來搖一搖之後呢 就可以拿來使用了 好,那所以這個的話就不需要用熱水去沖泡 好,那我看一下另外這個打擊手 OK 那它的這個縫面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後面 基本上跟剛才那個是一樣的 好,那味道基本上沒有因為圖案的不同來改變 那這是它的相關的品名跟原料部分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那一樣是它後面的部分 好,那最後呢 我們一樣來打開來使用 好,那我們這裡先示範 首先呢,就是先把它 先用那個手呢 先把它捏碎 再把它捏爆 好,那大概捏碎 碎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它這個打開 好,打開之後呢 裡面其實有一個調味包 可以看到,那就是裡面的麵 好,那這調味包呢 就是一般的胡椒鹽 那這個可以看一下 這胡椒粉 那之後我們把它撕開 之後呢就把它倒進去 好,倒進去之後呢 好,這樣已經倒進去 然後之後就把它拿起來 搖一搖 好,搖完之後呢 接下來可以看到 那裡面就有這個相關的麵條 那基本上就用手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就可以使用 那我這邊的話呢 我們這裡呢 我們這裡把它倒到盤子出來 好,倒出來看看 好,所以倒出來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好,所以倒出來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這包捅一脆麵 好,我們看一下喔 倒出來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用手這樣拿起來 然後放在嘴裡面這樣就可以吃了 好,那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是統一脆麵倒出來以後 已經跟那個調味粉已經攪拌好了 這樣一個樣子 好,那我們這邊就介紹這個台灣 這個很經典的國民的點心 統一脆麵 那就介紹到這邊 那我是衛斯里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